这帮学生太混蛋了 他们在粉笔上涂胶水 老师小美被黏住后想要洗手 结果水龙头给动了手脚 直接让她洗了个澡 结果拿起毛巾想要擦脸 脸蛋直接变得根块碳似的 这还没完 小美想要开门走人 谁知一摸门把手 上面沾了一坨褐色物体 太恶心了 要是换成上一任班主任 早都跳楼去了 随后小美想要换班 但校长根本不同意 要是再没人教这个烂班 学校的业绩可提不上去了呀 就在小美焦头烂额时 一个最佳的换班老师出现了 他名叫大帅 跟普通老师不同 大帅上班不带教材 包里放的都是酒 有学生向他赌门不让开 他就一脚踹去 要说那群差班学生是混混 那么大帅就是十足的罪犯 诶 你还别说 他还真是个罪犯 大帅因抢劫入狱 刚醒满释放 那又为什么一个罪犯会当上老师 这都是因为他之前抢了一笔钱 却在同伙的阴差阳错下 把这笔锯款埋在了学校地下 为此大帅需要混进学校 通过安置的定位器 挖出一条地下隧道 找到锯款 首先大帅需要一张教师资格证 混进学校 他盯上了小美这个最佳人选 以去对方家里修电脑为由 来到了小美家里 趁着对方不注意 大帅便下药将其迷晕 接着他找到小美的教师资格证 刚想打印 打印机却坏了 没有办法 他只好用U盘烤走 第二天大帅顺利入职 因为没有任何学识 上课时他就坐在一边 让学生自习 到了晚上他就全副武装 在学校地下挖掘隧道 然而小美却在家里 发现了昨晚大帅 没打印成功的资格证 结果一查 对方跟自己的资格证完全一致 他找到大帅 威胁着要上报学校 但小美又想了想 为什么不让大帅 去教自己带的差班生来交换呢 大帅不想计划复制东流 只好答应下来 接受了学校最烂的差班 大帅上课第一天 自然是没有好果子吃 点名簿在柜子里 他刚伸手去拿 结果 大帅入狱这么多年 就这点恶作剧不算什么 他忍住火气坐了下来 刚要点名 结果全班都举起了手报道 大帅气急败坏 刚想站起来 结果一只沾了强力胶 裤子跟一只死死粘住 费了好大功夫 这才扯了下来 大帅想着走人回家 结果刚坐进车里一点火 直接炸出一团羽毛 把他弄得像个鸟人一样 大帅暴怒至极 却又无处发泄 只好对着空气马节 等到第二天上课 大帅见学生都在外面不来上课 他直接掏出步枪 对着学生一个一个射 放心都是彩蛋 虽然伤害不大 但侮辱性极强 一趟功夫下来 这群坏学生都乖乖待在了教室 然而大帅因没钱交房租 被房东赶了出来 他走投无路 只好找到小美 想在对方家里借住一晚 小美表示想住可以 但你必须认真的帮那群差生上课 到时别提一晚了 住到明年都可以 大帅没有办法 只好硬着头皮答应下来 隔天上游泳课 但根本没有学生下水游泳 大帅便采取强制措施 将学生一个一个丢进去 要是有人反抗 直接按进水里 教育一番 虽然办法有点粗鲁 但这也是第一次 有这么多学生好好上课 之后大帅发现一个男孩 很有表演天分 便鼓励他去参加戏剧团 果不其然 男孩不仅加入了戏剧团 还当上了男主角 拿下最佳戏剧奖 还有个女学生整天游手好闲 大帅便骗他说 他在班上学习成绩最高 是最聪明的 让女孩去尝试更高的学识挑战 这个善意的谎言 也让女孩有了上进心 每天沉浸在学习之中 最后还造出了先进的科技设备 成为老师的骄傲 听到有学生想当毒贩 大帅便带全班实地考察 让他们了解到 真正的毒贩过的生活是多么不堪 也让学生都打消了念头 没过多久 这群岔生就变成了全校最乖的好学生 就连大帅也被选为 最受学生欢迎的老师 然而一旁的小美 连个提名都没有 这让对方很是伤心 大帅鼓励着他 要想让学生喜欢你 那就要去融入他们 随后大帅带着小美跟全班学生 去给火车车厢涂鸦 看着最后这绚丽的成品 学生纷纷觉得 小美好像也没那么死板 隔天小美替大帅带课时 学生都愿意去跟他聊天相处 上课时都积极地去听课 回答问题 这让他有了很大的自信 而大帅跟小美两人的关系 也逐渐亲密了不少 甚至在小美老妈来家里催婚时 大帅还装成小美男友 用逼真的演技骗过了美妈 但当小美想要对其表白时 大帅却怂了 因为他知道 自己的目的是挖出那笔巨款 不然等到小美得知真相 那自己可就真成千古罪人了 很快 在一天天的地下隧道挖掘中 大帅终于挖到了那笔巨款 他开心极了 但一股悲伤之情 却涌上心头 这么多天的相处下来 他早就对那帮学生 和小美产生了感情 大帅哪里舍得携款离开 结果在带体育课的小美 却意外发现了 藏在体育馆中的地洞 他沿着隧道一路爬行 刚好撞见了 正在买洞的大帅 大帅怕他报警 立马道出了真相 但小美已经气得不行 根本不想听解释 感情还是有的 而大帅也没有脸皮 继续待在学校 只好选择辞职走人 等到小美第二天上课 那帮学生却站了出来 说要替大帅顶下罪行 还劝他去追回大帅 就在上课时 学生们表示 大帅之前让他们做一个 自我激励的图片 可以是任何东西 大帅自己也有 等到小美拉开柜子一看 他的激励图片居然就是小美 不一会儿 大帅的朋友找来教室 对方将大帅写的信交给他 这才知道 大帅没有把那笔钱带走 而是留给了小美 自立行间全是温情表白 这一下也让小美深受感动 看来自己爱了这么久 终究没有错付 然而此时的大帅 却找到旧时同伙 想要打劫银行 结果路边走过的学生 认出了他 纷纷喊他回去上课 大帅沉思了很久 当他望向车外时 之前那辆涂满涂鸦的火车 开了过去 这一下大帅的内心有了答案 他放弃了抢劫计划 选择当一名正职的人 他走下车带着学生离开 过马路时 还提醒学生不要闯红灯 而学生也紧紧地握住了他的手 看来为人师表 确实能让自己改变不小 最后大帅找到小美 两人相拥在一起 友情人终成眷属 而大帅也因为优异的教师表现 校长不计前嫌 让他当上正式教师 这一下大帅真的是走上了人生巅峰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这部电影叫做该死的歌德 欢迎关注科幻战舰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栋梦